業績換拿的是AK47 掃射香港皇家警察 這個賊王的火力是比警察大的 張子強那個時候去李嘉誠他家裡的 他非常的囂張 就要風衣打開 就是那種炸彈 跟李嘉誠講說你兒子在我手上 那我要20億 紀平熊他就是草菅人民 他曾經就是造成11個人的傷亡 甚至有員警也都受傷 去懸賞花紅到了200萬港幣 是最高的 很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們有張子強 有葉季環有紀平熊 台灣有誰 有林來福 楊瑞和跟黃鴻宇 那這三個人其實形勢作風 對比香港的這三大賊王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本週晚間8點台灣起始錄 香港三大賊王與台灣三大漢肥 和平安 我會想說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我會想說 你應該說 那些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